在一阵强力麻醉剂的作用下 女人彻底没了动静 这时邻居听到求救声刚来过来 当老头看到晕倒的女孩时 强哥立即拿出60米大刀 接着 而尸体直接倒在了女孩面前 随后强哥拿出500马内 让好友大山把尸体处理掉 但强哥还有下一个目标 那就是女人的相好 而男人却不知道马上就要死了 强哥立刻将窗帘掀开 拿出麻醉剂注入男人的体内 而丧彪正准备还手 这是麻醉剂的作用奏效 随后强哥戴上苏菲手套 将丧彪的脑袋拧过来 左手拿着漏斗放上去 右手将瓶盖打开 接着将一整罐82年的滴滴味 倒进男人的嘴里 随后又拿起一瓶茅台 强哥看到男人没动静 他将喝剩的酒放在桌上 并将身上的头包拿出 伪造男人意外死亡的现场 回到家的强哥发现女友醒了 意外果然再次发生 男人将神秘液体注入女友的身体 还没反应过来的二翠 直接被按在床上 等女人醒来后 发现身体被眼前的男人绑起来 二翠想要呼救 但是嘴巴被紧紧封死 强哥见到女友不安生 于是又将液体注入他的体内 最终二翠选择了妥协 然而这时他却发现脚已经不受使唤 想要打开门 却发现已经被反锁死 自此以后强哥每天晚上都要吃生蚝 时不时还投喂女人 但二翠突然拿起酒瓶敲在男人身上 转身准备逃跑 却被男人用相同的方法制服 随后强哥拿出一个戒指求婚 但二翠无不想摆脱男人的摆布 于是在上厕所的间隙 找到了一把小刀 到了晚上 强哥依旧将女人的嘴封死 但二翠发现男人走了 于是翻开了裙子 从底裤里拿出小刀 接着开始划破绳子 随后将嘴里的封带拿走 并把脚底的锁铐解开 但二翠想站起来时 却不料药效还在 于是二翠急忙爬到门口 接着拿着螺丝开始撬门 在撬开后 二翠小心翼翼地爬出 可他只能扶着栏杆一动 然而这是外出购物的强哥回来 吓得二翠一下倒在地上 他急忙站起身 可此时强哥在背后紧追不舍 二翠健壮立刻朝楼梯跑去 而强哥立刻追了上来 却不料意外摔倒 因为强哥害怕再次失去女人 可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强哥不久前意外撤火 丧失了双腿的同时 也丧失了男人的自信 丧失能力的男人发现 女友和自己的兄弟 有不寻常的聊天记录 于是用黑客软件 监听女友的一举一动 却不料二翠在电脑里 竟然发现显示屏 同步着摄像机的画面 于是当即收拾行李就跑 等强哥出来时 发现地上只能剩下行李 当他打开了电脑 才恍然大悟 于是强哥追了出去 却发现二翠和自己的好兄弟在一起了 不甘心的强哥 立刻想办法将二翠骗到家里 接着将二翠软禁起来 并注射麻醉药物 让二翠不能直立 但这天二翠趁机逃出来 被回来的强哥发现 二翠被慌张地逃跑 但他想换一个方向 却被强哥一把抓住 于是二翠只能用手保持距离 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裙子 于是二翠立刻用牙齿咬住强哥的手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眼看二翠就要落入下风 他使出全力将男人往外推 而男人死死抱住二翠的腿 这时二翠想起口袋里有一把螺丝刀 于是一把刺进男人的后背 接着又是一顿酷痴 而强哥紧抓的手在被伺候 直接撒开了 随后他的身体静止地往一楼掉下去 二翠瞬间解脱 但为了不被判刑 二翠报警救活了强哥 但他却变成一动不动的植物人 这时二翠出现在强哥的面前 缓缓来到轮椅的背后 嘴角不自觉露出诡异的威胁 随后将强哥拖回了家 因为接下来就是他来照顾男人的时候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